人生第一次遇到闖红灯的马车 广角镜头看起来比较远 到底是哪个白痴结婚新人啊 结婚要拍影片还不管制道路 有够白痴的 马场租界马车也请注意浩鞭吧 你们有过看过 好几个人一起维国吗 这里一个那里一个 这里有一个 阿伯我们事不过三哈 刚才已经闖红灯咯 放下假假 嗯 對 很棒嘛 這樣才能平安回家 呀 你們有看過好幾個人一起違規嗎 這裡一個 那裡一個 這裡又一個 喂 差一點點讓你做會 阿伯 我們試不過三齁 我們剛才已經闖紅燈囉 請你放下塗刀 不對 放下夾夾喔 嗯 對 很棒嘛 這樣才能平安回家 等一下 試不過三五五 姐姐姐 你怎麼也跟著過去 拍照的紅燈是裝飾體 是吧是啊 誰給你的勇氣這樣子闖 看這麼多闖子跟被撞的新聞 真的是學不會 不要學啦 女生集中機很容易引來路人的目光 也包括你女朋友 起初我會想 是不是我衣服破洞 才是車牌掉了 不然為什麼會有人一直看 而且就是像他們這樣 從紅燈看到綠燈 比較有緣分的還會從這個綠燈 看到下一個紅燈 再看著指我 不是牙 是 女生集中機很容易引來路人的目光 也包括你女朋友 起初我會想 是不是我衣服破洞 才是車牌掉了 不然為什麼會有人一直看 而且就是像他們這樣 從紅燈看到綠燈 比較有緣分的還會從這個綠燈 看到下一個紅燈 再看著指我 還有這種從屁股看不夠 還要爬來前面看的 那個有帶一些條件的 可以把我攔下來 在路邊看一下 我也可以摸一下 不是 第一個是我遇到最可愛的路人 我一直在小學看 興奮到講話都模糊 他一邊跟別人通話 一邊把手機拿起來拍 對啊對啊 其實我剛從日月潭回來 都快睡著了 感謝大俠把我叫起來